好,网上有个初线电工的朋友给我发信息 说他们领导让他给一台7.5千瓦的三项电机 配各种电体元件 包括挡揉器、接触器、电缆 那他不知道怎么给它配 不知道配多大的接触器、多大的挡揉器、多粗的电缆 那问我怎么计算 根据什么指标配这些电体元件 那像这些都是电工的技术支持 也是电工必备的基本技能 其实咱们这套零技术电工入门促成笔记的课程当中 就讲解过相关的这些电工技术知识 要把这些技术知识掌握了以后 咱们干这种活都是手到亲来 比如说咱们就以他说的7.5千瓦的电机为例 咱们给他选择各种电器元件 那咱们在课程当中讲过 那么给电机配电缆配各种电器元件 咱们根据什么指标呢 根据电机的电流 也就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那这个7.5千瓦电机 那它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呢 那咱们在课程当中也讲过 咱们可以电机电流估算一个 根据这个估算方法 比如说7.5千瓦电机 它额定电流大概就是15A左右 咱们就根据这个15A这个指标呢 给它配各种电器元件 比如说咱们先给它配这个电缆 那给它配多粗的这个电缆呢 那这个根据说课程当中讲解这个电缆 再流量的这个口诀 那这个7.5千瓦电机15A 电流并不大 那咱们根据口诀当中的第一句 10下5 咱们就可以 这个10下5呢 也就是10平方以下的这个线呢 每平方承载5A的这个电流 那么1平方5A 15平方 15A是多少平方呢 就是3平方 但是呢没有3平方这个规格 那咱们可以选择这个4平方 也就是4平方的这个铝线 咱们注意 这个口诀呢 是以铝线为基准来编写的 4平方的铝线 就可以这个带得动 这个7.5千瓦的电机 4520 20A 这个是15A 完全可以带得动 那可能呢 咱们选择实际的用这个铜线 那这一句口诀呢 说铜线升级算 那铜线升级 铜线升级算的话 也就是说铜线的这个带流量呢 比铝线大 那4平方这个铝线 用4平方铝线 那咱们用多少平方的这个铜线呢 其实就是给它降一个规格 4平方往下是多少呢 2.5 也就是用2.5平方的这个铜线 就可以 那么这个电线选择电机的 给它选择4芯的电线 也就是选择3乘2.5 加1乘1.5 也就是4芯线 3芯的这个 比如说三根火线呢是2.5平方的 那么还有一根 比如说这个保护线 接电机的金属外壳的 这个呢是1.5平方的 用这样一个4芯的这个电缆 当然了如果说你不放心 如果说环境温度比较高 或者说电缆呢比较长 那咱们可以适当的说给它加大一点 比如说选择说3乘4加1乘2.5的 那可能呢会造成就是浪费 但是你不放心的话 说可以给它选择说出一个规格的 这是电缆 再一个咱们看这个接触器 选择多大的这个接触器呢 那这接触器选择的 也是根据这个电流 因为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呢 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5到2倍 比如说咱们按2倍计算的话 2倍15安2倍是多少呢 30安 那咱们比如说用正态的接触器的话 用哪个接触器比较合适呢 比如说用一个CDX2-3210的这个接触器 那这个3安呢是代表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32安 那这个呢是两倍的是30安 那基本上就是两倍 咱们可以选择这个形化的这个接触器 当然了这个10的1是一足常开 没有这个常比 0是常比 没有常比 也就是说起跑型的话 咱们用这个常开就可以 那当然你这个越大越好 你比如说你不放心 那你可以选择比这个更大一些的 比如说40104011这种接触器 这个接触器的这个选择 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断楼器 也就是这个开关 那开关选择多大的呢 开关一般选择1.5到2.5倍 比如说也按两倍计算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这种DZ47的 钢63的那种断楼器 比如说D32 O0.0是32安的这个断楼器 当然了你不放心的话 可以再给它加大一点 比如说40安 好这个呢就是咱们根据一个电机的这个功率 给它配 像这些电机元件 这些都是电工必备的这个技能 当然咱们这本这套零极数电工入门搜成笔记课程当中 都有对这些技术知识的详细的这个讲解 比如说像这种电缆再流量 怎么计算有口诀 包括这里呢还有一个实例 给电机呢 选择多出自电缆 都有讲解 那这套课程呢 非常的这个实用 而且通俗易懂 从最简单的 什么是220伏电压 什么是380伏电压 开始讲 完全联系住春小白 肯定也能看得懂 包括各种电器元件 结构原理 接线方法都有讲解 接触器 中间接烟器 热接电器 实现接烟器等等 还有怎么学看电路图 怎么学画电路图 怎么排查电路故障 各种电工一期一表 万样表 遥表的各种一表的使用方法 都有详细的讲解 所以说你零基础 想学电工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装栏卡片 学习这套零基础电工入门 搜成笔记的这套课程 那这套课程呢 是带纸板教材的 如果你学习指导课程呢 会将这本纸板的零基础电工入门 搜成笔记的教材呢 是免费的送给你 好 上个视频呢 咱们讲解了 如果使用遥表来测量 380V或者220V的这个设备的时候 那这个对地或者相间 这个绝缘值呢 不能低于0.5兆欧 那咱们也讲解了 这个兆欧的这个概念 0.5兆欧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组值 那比如说咱们遥测这个电机 说它对地的这个绝缘 那当然要遥测相间的话 咱们要把这个连接片呢 全部给它拆掉 咱们就遥测这个对地 遥测对地的话 那这个遥表在使用前呢 要做两个这个试验 要确认这个遥表呢 准确完好 那做一个开路试验 也就是把两个表笔呢 完全分开 然后快速摇动这个手柄 咱们看这个指针呢 它指向无穷大 证明的是没有问题 那做一个短路试验 把两个表笔呢 给它短接 然后轻轻的摇动这个手柄 咱们看它的指针的指向0 证明这个摇表的没有问题 然后呢咱们 比如说遥测 它的对地 也就是对这个技术外科的这个绝缘 咱们比如说把其中一个表笔 夹到这个 性性连接的这个星点上 把另一个表笔呢 咱们夹到进出外壳 咱们快速的摇动这个手柄 一分钟120拙的这个速度 咱们看 它的这个指针呢 指向了这个无穷大 也就是说 这台电机的对地聚员 这个阻值呢 是非常的好 也就是说它 咱们看 也就是说指针呢 已经指向了无穷大 它指到这个0.5 就合格 已经指到无穷大 这个非常的这个合格 那有出现电话的朋友问说 这个380伏 220伏 这些电机设备 那它的相间或者对地聚员 是不低于0.5兆欧 那其他电压的怎么算呢 不低于多少兆欧呢 那咱们经常会在高压系统里边 咱们会听到一句话 对于高压设备呢 说每千伏 不低于一兆欧 那其实这句话呢 咱们记住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这个 其他的这个电压来说 其实咱们换算一下 就是说每伏 不低于一千欧亩 那和这个一千伏一兆欧 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一样的 一千伏一兆欧 就是一伏一千欧亩 咱们只要记住一伏 不低于一千欧亩 这个呢 咱们基本上都就记住了 那这个呢 作为电工呢 咱们一定要知道 咱们善解课咱们也讲了 为什么不低于0.5兆欧 那么这个就没问题 咱们善解课详细的讲解了 当然了 你如果零基础 想学电工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装栏卡片 学习我根据自己二十年工程电工实践经验 制作的这套零基础电工入门 塑成笔记的这个课程 那当然这个课程的第六章节呢 就是讲解 各种常用一级一表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万洋表 各个档位的使用方法 摇表的正确使用方法里面都有详细的这个讲解 当然还有对各种电器元件 我们看这个目录 各种常见的电器元件 结构原理 这些方法 讲解 咱们看电路图 咱们画电路图 都有讲解 咱们排查电路故障 排查电路故障的思路和方法 都有讲解 那这个 这套课程呢 是带这个纸板教材的 如果你购买这套课程的话 会将这本零基础电工入门 塑成笔记纸板的教材的免费的送给你 谢谢大家